這個稻草的剩餘制裁的利用 我們原本人民對稻草沒有使用的話 就直接路邊燃燒 那這樣子資源的浪費 也是一個空污的問題 最後環保局委託我們 把這個做一個機具 再像這個貨櫃裡面 那我們經過我們這個機具的那個 繳稅然後再做擠壓之後 就變成這樣子一個燃料 就像這樣子一個燃料 那我們這個燃料啊 通常會使用在那個工業鍋爐上 大致火力發電廠 小致一般的那種中央廚房 或者搞到溫水游泳池都可以使用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取代那個 生化燃料 石化燃料的使用啊 是一個環保的能源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 那這個這個是 基本是稻草嘛 是 那稻草它的這個 產生的熱能有足夠嗎 夠啊 因為一般都想是煤炭啊 或什麼東西 標準煤炭在7000卡 那我們這個熱卡值在3000多卡 所以只有四成 差不多一半 對 可是這個東西是爐具的一個設計而已啦 它的參數可能需要再調整 對 那我們因為 我們蠻習慣使用重油的話 那就可能那個爐具的變更就更大了 使用煤炭的話變更就比較小 這樣 那請問一下 那我們現在很多農業都修耕了 我們有這麼多的稻草來做成這樣的東西 這樣的燃料嗎 以目前而言台灣是應該還有這個 有這個潛力的 它是可以來做這種事情的 所以您的意思是說 我們如果可以鼓勵 這是稻草是種米或種麥才有稻梗嗎 或賣梗 而且它使用的不只是稻草的東西而已 它一些自然界的植物幾乎都可以使用 像甘蔗渣 那像稻殼 像棕爐 像樹枝 我們現在國術也是有些說 或者是人行道的一些樹木啊 它都可以使用的 可是人行道的樹木是要做人行道的 它需要修剪啊 所以現在有多少 你這已經是成為一個公司了嗎 運作了嗎 那這個來源的分布是怎麼樣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嗎 什麼來源分布 就是說稻草有多少 你要做成這個你要有原料嗎 是 那在稻草方面的成分是有多少 因為我們這邊好只做一個這樣子的推廣展示 那你假如要更深入的這些樹枝的話 你可以跟我們公司聯絡 不好意思是什麼公司咧 我拿明片給你 好謝謝 來我們照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 我是記者 所以 這是 您是 董事長啊 這是我們許先生 這是我們那個赤童廠的那個代表 赤童廠 是 什麼叫赤童廠 我們在赤童這個廠 在赤童那個地方有這樣一個廠 對對對 是 所以了解了 所以你們也參與到這個農業博覽會來做這個事情 好 那它是屬於川家集團 是 川家集團聽起來好像是日本的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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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灣的嗎 對對對 我們那個本部在那個新北市 喔是完全是一個台灣的本土的 對 是我們的專利嗎 還是還是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利用原來的職務來做燃料 這種利用本來就有 那機器我們有機器的專利 機器的專利也是我們台灣自己製造嗎 對啊 對啊 喔 我們是機械廠我們是製造商啊 喔你們是製造商 對對對 喔 這政府都沒有宣導這塊 那所以我們的活力廠以後它會有很多煙嗎 其實它燃燒的話 對 煙會比你一般我們像大早的時候燃燒少很多 而且是最主要的你去鍋爐之後他們會去調整這些東西 讓它做一個最完美的一個燃燒 喔 對 其實主要是很多東西是鍋爐的問題啦 喔 嗯 了解 那它的成品 成本一定應該比煤少很多是嗎 會 大概是多少 少到多少其實你還是要跟我們那個 因為這個 可能十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呢 對 你知道這個結束嗎 我不知道欸 喔OK 好了解 謝謝你